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及社会批判以及人类道德处境 另外不少青年级生熟悉的卡通忍者龟 最近再度翻拍成真人电影版 由美国性感女星梅根福克斯饰演勇敢的女记者 和四肢忍者龟合作联手对抗邪恶势力 华丽的声光效果和逼真特效带给观众视觉震撼 美国经典漫画卡通忍者龟重返大一幕 真人版电影忍者龟变种世代 找来美国女星梅根福克斯饰演勇敢的女记者 与四肢受过严格训练的忍者龟同力合作 摧毁恶势力 大规模的动作场面和逼真特效 让影迷迫不及待 灾难电影直闯暴风圈仿造纪录片手法 模拟龙卷风肆虐带来的惊人破坏力 剧组设置巨型风扇打造强风特效 并贴身拍摄追风客深入暴风圈 近距离观察龙卷风动态 带观众生理奇境 本周末府中15 新北市纪录片放映院 与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推出十二部经典作品回顾展 荷兰纪录片神珠 以多元角度观看食用珠的命运 探讨食品工业背后的道德议题 另一部获奖作品世代残影 以摄影团为场景 记录俄罗斯政权转换下 西伯利亚居民的人生观点 广受好评的纪录片 还有半唱人生聚光灯外二十尺 讲述半唱歌手背后的心酸血泪 本片更请来多位歌坛传奇巨星现身 推崇这群半唱歌手 成为难得一见的珍贵画面 真实感人的故事加上动听歌曲 让本片涌夺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中央社综合报道 继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后 《九把刀》人气小说 接连班上大萤幕 新片打喷嚏找来柯震东再次合作 与金钟影后林依晨 有多场精彩对手戏 新片发布会上 《九把刀》猛窥柯震东演技 看得出两人的好交情 那位男主角 他本身在角色设计上 他就是一个低能儿 然后演技的含量需求很低 那我觉得柯震东的素质 演技的含量往女主角身上堆叠 所以女主角非常的重要 我的角色是姐弟恋 不是 这几个字应该不会太敏感 但实际上在戏里面就会 一直在里面叫星星姐姐 所以你知道就我也是他们的姐姐 回头倒下以后 你就不要再起来了好不好 片中柯震东饰演屡战屡败的拳击手 苦追林依晨 姐弟恋剧情 恰巧与日前落幕的亚东恋雷同 加上最近又传出 与大他六岁的李玉芬密集约会 让柯震东的感情世界 再度成为媒体焦点 姐弟恋的剧情 觉得诠释起来 自己演技是怎样的 其实我从一直以来都算是 就是诠释的还OK 现实生活中很多东西本来就是要拿到电影里张参考 所以我觉得OK还不错蛮好的 我觉得大家那个媒体要一起放出柯震东走出去 因为不想再也不想在半夜接到柯震东他哭诉的一些电话 电影打喷嚏赤赤赤2.5亿元结合科幻和爱情元素 年红甄嬛传的温太医张晓龙 演来片中嘎一角饰演超级英雄 两岸3D人气演员齐聚 期盼为九把刀星座再创票房夹击 中央设计者洪黄军解育期台北报导 南韩施奶杀手宋陈县到新加坡宣传芯片 片中他尺度大解放上演多场激情戏 更以人气发展不伦练 劲爆话题在南韩上映引发热烈讨论 很多人都在韩国在台湾上也同样 也许我们在台湾上也在台湾上 所以我们在台湾上也在台湾上 所以我们在台湾上也在台湾上也在台湾上 所以我们在台湾上也在台湾上也在台湾上 但我们在台湾上也在台湾上也在台湾上 所以我们之前已经在台湾上也在台湾上 不接受不了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最后点击一个犯例 可能我觉得评论有 这些情况是没有 所以我 可能有没有 送城县 未来在大荧幕展现最佳体态 拍戏期间克制食欲 密集健身 送城县回想拍片过程 探言真的很辛苦 很害羞 宋城縣過去 多以白馬王子的形象出現在螢光幕 在海外累積不少人氣 這次突破演技 跨出從英以來一大步 透過大力催票 希望星座也能在海外票房開出紅盤 中央社記者旅行會新加坡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小朋友跟著音樂手舞足道迎接日本夏季慶典 位在東京港區的三田大道 每年七月登場的重頭戲《納梁嘉年華》 設有各項遊戲和小吃攤位 吸引滿滿人潮邊吃邊玩 除此之外現場也舉辦多項防災宣導活動 兒童穿上防護裝備當起小小消防員 或是坐上地震體驗車學習避難自保 今年主辦單位還首度雇用AED 自動體外心臟去占器學習車 並找來專人指導 不少親子藉此機會學習急救知識 活動現場各類美食飄香 走出311地震重災區的福島縣 也派人擺攤賣其家鄉小吃 獲得不少民眾支持 志工賣力招染客人 希望振興福島物產 一年絕對福島很嚴重 那樣的中心都很努力 這次都需要大家的忠援 所以請勞勞 請勞勞 納良嘉年華從白天持續到夜晚 由巴西舞團帶來的熱情385 炒熱全場氣氛 一旁圍觀的孩童 也忍不住加入表演行列 讓現場氣氛還到最高點 中央社記者楊明珠 東京報導 年僅20歲的台灣小提琴家廖珮文 最近二度獲邀富以色列演出 和耶路撒冷音樂及舞蹈學院的學生合作 贏得滿堂彩 這次他難得與年齡相近的 青少年管弦樂團合作 感受特別深刻 第一次跟這麼小的小朋友一起合作 因為我普通都是跟大人 然後我覺得以色列他們最主要的重點是 他們對音樂的那個passion的熱情 他們每個小孩的音樂性 都拉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是在 其他大人樂團裡面是找不到的 這是他們的純真 廖佩文十歲就進入 享譽盛名的美國朱莉亞學院就讀 這次邀請他來以色列的指揮家 克林霍佛對他讚譽有加 認為廖佩文在音樂上的努力和付出 值得樂團成員學習 我們的樂團是12至18歲 他們在過去五年有很多名的歌手 但是 這場音樂會很相似很相似的 這場音樂會由駐以色列代表處贊助舉行 廖佩文和樂團帶來望春風和綠島小夜曲 等多首寶島民謠 讓現場觀眾感受濃濃台灣風味 中央設計的郭淑鳳 耶路撒冷報導 土耳其2007年通過憲法修正案 將議會選舉總統制改為全民直選 總統的任期也由7年減少為5年並可連任一屆 這項修憲後史上首次總統直選 即將在10日登場 現任總理艾爾段將角逐總統大位 如果他在大選中勝出 將成為繼土耳其國父阿塔圖克之後 掌權最久的領導人 後續相關訊息請持續鎖定全球視野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陳凱婷 我們再會 《華視頻議員》 《華視頻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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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